現在大家都不相信 我現在出去真的超多女性 觀眾在跟我合照 他們都覺得我好帥 你猜不我全你帥 今天我們要做跟希臘相關的料理 那為什麼請到群群呢 畢竟大家都知道 群群有交過希臘的男朋友 我也第一天才知道 你第一天知道 我跟你講 你也算是北漂嘛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常常也要用一些 小織女在家裡就可以輕鬆做的東西 今天請你來就是想要讓你 做一道小織女在家裡 不會胖不會有負擔的料理 希臘捲餅 我們還要控制它的食材 所以我們希望它用這邊的食材 來挑選出 你的版本的希臘捲餅 藍莓 因為我喜歡吃 你會不會等一下全部都是因為我喜歡吃 欸你怎麼知道 這一盒都我喜歡吃的水果 我很喜歡買這種現成切好的 你很懶 我很懶啊 他們喜歡嗎 我看起來像不懂事的人嗎 我會這樣回答嗎 你直接問我 我現在跟你說幾歲 18 謝謝 你旁邊有男色 可以啦 試著了解到底現在在幹嘛呢 這是創意 我不知道我現在的菜是對不對的 我現在的了解就是把東西放上去嗎 不是嗎 我有切欸 我還要擺盤 什麼啊 塞不下來 那就這樣吧 TACO 希臘捲餅 就這樣 我是一個少啊 他說你做這道菜 現在我開始分析你的人 你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 對 對不對 因為他餅皮連尖都沒尖 接下來就是用我的方式來做 大家知道的希臘捲 這個捲餅叫Pita 我們如果在現場買的時候 其實會買到這種半成品 那因為它冷凍過之後 它很容易脆化 首先我們就是要讓它恢復 讓它該有的質地 其實很簡單 就是塗油脂的東西進去 那我們會希望有一點點蒜香的油脂在上面 小火慢慢讓它烤就好了 那為什麼會用到希臘式的優格呢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它的質地啊 比較濃稠 所以它比較能沾附在 所謂的料理上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醃肉 為了要健康嘛 那我們當然就選擇的是雞胸肉 先把它拍碎 欸這一隻雞 吃不錯捏喔 拍到現在還沒有 你以為大塊的雞排怎麼來的 雞胸肉我們用打的是一個斷線的方式 但是呢 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讓它軟化 就是加入優格 優格它裡面有酵母菌 它會讓它的肉質開始軟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醃料的時候 其實會加很多的優格進去 那接下來醃料就是用粉料去醃它 咖哩粉 一點點的鹽巴 黑胡椒 芝蘭粉 再加一點點的油脂 一點點 這樣就是一點點啊 加一點點的蜂蜜進來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讓它快速的入味 尤其是這種乾香料 抽真空 大家想說 喔怎麼抽真空啊 對很簡單 跟大家講 其實呢你只要有一個保鮮蛋 然後拿一根吸管 把裡面的空氣吸出來 我明明就有抽真空機 為什麼 不要我示範這一個 我們今天不是要強調就是小汁嗎 缺氧了啦 有讓你覺得身體不適嗎 有 頭腦脹脹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啦來啦 這樣就好了啦 那我們等一下拿去冰 那冰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同時間我們就可以再準備其他的食材 好來 來 你沒有封好欸 他們很常會用那個開心果 可以讓雞肉這道料理啊 它在層次上面的堆疊啊 產生一個微妙的作用 困難的動作是交給誰 群群罵 可能是我 乾鍋 然後讓它產生熱度 就會有那個香味產生 然後把它磨碎就好 好 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準備一下 它裡面的配料 所以我們要準備比較多的水果 來夾到這個裡面 不要這邊有好處啦 它幫你處理好對不對 也幫你修好 然後呢 你只要改到你想要的大小 然後櫥子之外 那邊切邊吃 接下來我們就要調一個優格醬 所以我們今天選的是希臘式優格 第一 它乳蛋白增加50% 優質的乳原 然後選擇菌種發酵 所以呢 它除了乳香味夠之外 它還會帶一個天然的酸味 可以讓你爭脂持育 有沒有 它特別的濃稠 跟我們一般認識的 知道的優格就是會有差別 蜂蜜 然後呢 我們有一點點檸檬皮進來 因為我會想要再加一個澱粉質 裡面讓它有一點豐富感 所以我會加一個薯膠在裡面 好 試一下 這就可以單吃欸 對喔 它就是個優格 剛剛講一段廢話 好 剪雞囉 這畫面是多少男性觀眾想看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欸欸欸 真有實客啊 對不對 喔 故意的 這故意的 那個優格好棒欸 這優格醬加分 質地啊 非常濃稠 你的麵皮啊 不會因為它有多餘的水分 所以去影響到麵皮的口感 再來呢 它的酸度剛剛好 你在吃那個麵皮的時候 我第一口吃到的是那個麵香味 然後還有那個 我們加一點點的奶油 這時候你的味道要保持住 就是用那個醬汁 因為它只要濃稠度夠 它就很容易把味道 全部包覆在一起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雞肉 所有的東西呢 它的香料呢 會慢慢的釋放 非常好吃 而且又清爽 真的沒有負擔 吃得到蛋白質 豬菜 水果 應有盡有 因為小織女是我們的主要客群 但是小織女有可能會怎樣 交男朋友嘛 是不是 合理嘛 除了這個希臘捲之外 我順便帶給大家一道 男性這時候吃就很開心 所以我們用牛小排來做菜 首先呢 我們來處理肉 醬料塗上去 然後再一點點的黃芥末 塗抹一下 胡椒2 鹽巴1 然後我們就進來 加一點點水分下去之後 它車不會整個油質去完全釋放 那 輕輕輕包起來 好 胡椒 胡椒 胡椒包起來 放烤箱 烤三個小時 這是什麼 費嘛 所謂有費而來嗎 蛤 不會嘛 怎麼可能等你三個小時 哦哦哦這 cual 我們等一下呢 要淋上特製的優格 我們要先炒一個焦糖 它現在呈現這樣的顏色之後呢 就是差不多了 這時候我們就把藍莓倒進去 拌炒一下 接受到溫度 把它滴進來 調味很簡單 我們就用一點點的肉桂粉 孔洞太大 冰箱粉 然後一點點的鹽巴 甜的東西啊 你一定要加點鹹的東西 你才不會膩 然後它顏色會越變越漂亮 我們要讓它降溫 冰的奶油加進來 把它滷化 藍莓啊 有那個皮啊 但是它會有一個苦澀的味道 所以呢通常我都會把它瀝掉 那我們現在就用的是 福樂的頂級鮮奶油肉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 它的口感啊 吃起來有點像奶霜一樣 那其實有時候啊 我們打開的時候 你上面會看到一點液態的水 類似水的東西 其它那個就是乳青嘛 它那個東西啊 其實營養價值非常高 所以大家不要怕 不要想說 有那個東西你就 啊它是壞掉了 千萬不要擔心 攪拌一下 然後直接吃 非常非常營養 非常健康的 慢慢的加慢慢的打 讓它融合 慢慢加慢慢打 融合進來 其實我們在吃這些很像sandwich的東西啊 有一個東西是大家又會有愛 起司 把它醬醬一下 算了 就是那個 起司嘛 我們剛好可以用這個來取代 因為它的奶香味夠重 加上它的口感 所以呢你再加上去之後 其實它是相對是可以去取代那個起司而已 然後我們這個處理好了 這也處理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來烤麵包煎一煎 然後呢我們再把肉切片 然後塗上少許的BBQ sauce 跟我們的鮮奶油肉 然後再做一個炙燒的動作 廚師最重要的是什麼 照顧每個人的胃 所以我們準備了水果優格 還有我們用藍莓做出來的優格醬 來做一個沙拉 就會成為我們今天的頂級牛小白 來名字 好 享受這些東西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 頂級的食材 我們要怎麼樣才知道它頂級 大家不用怕 因為它獲得了什麼 2023年ITI 風味絕佳獎章 光這一點就能證明它是頂級了吧 好不好 講那麼多試吃最重要 好吃 是不是 福樂頂級鮮奶優格放在上面 油奶霜般滑順 在你的舌頭間 彷彿蓋了一個棉被在上面 這如此完美的口感 它居然跑掉了 現在這個畫面 就只有你吃 然後配我的OS 我已經能理解剪接吃的邏輯了 你算是很有知識之明 我算是很有知識之明 也其實不用什麼知識之明 因為剛剛我在講的過程當中啊 沒有一個機器是對我的 優格沙拉 當你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濃厚的奶香味啊 直接鋪別了 藍莓特殊的香味 融合了白蘭蒂的口味 10塊錢的沙拉 用一個高級的食材 你能做出300塊錢的價值 肉感有沒有 欸很軟耶 現在是要表演一句 然後他們現在兩機針 他媽都在對你 當你吃進去的時候 麵包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它讓那個多餘的油脂 吸附住了 再用服熱頂級鮮奶優弱炙燒 讓它產生一個起司的 濃郁的香味 有時候我們在吃這種 比較油脂厚重的肉品的時候 起司它油脂含量過高 所以反而會讓你覺得過於 什麼 HAPPY 過於HAPPY HAPPY 欸你不要看他這樣子呢 他吃很多耶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再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鏡頭可以到我身上了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說 這些食材去哪邊買 其實全年都有賣 尤其全年有賣什麼 家庭齁 然後這些水果啊 怕麻煩 全年也有在賣 好不好 先把這個消息勾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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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